外星物种入侵高中校园 那些平时调皮捣蛋的岔声 担负起了拯救世界的众人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科幻片 夺命高校 爆脾气的教练正在组织学生们训练 比赛在即 同学们的表现让他非常的失望 当他正憋着一肚子的邪火 没地方发泄的时候 邪恶的外星生物 伪装成学生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并利用一种寄生生物 把他给控制 由于学校的校业不是太好 女校长正在想办法缩建开支 对于老师提出的增加教具的要求 全都被他给否定了 下班之后 当女校长去办公室拿钥匙的时候 被教练给堵在了办公室 女校长一看教练来惹不善也不敢怠慢 急忙虚晃一招啥子就撩 可不幸的是 所有的门都被教练给锁上了 利时老师站在门外边是干着急帮忙忙 当女校长好不容易找到钥匙逃出门外 吃惊的发现 利时老师也被外星生物给控制了 铁锤是学校出了名的插声 不仅学习不行 而且还经常向同学兜售她自己研发的咖啡因药物 和非法的音像制品 倒霉蛋是学校出了名的瘦气包 整天挨揍还不敢坑气 叛逆妹由于装扮比较另类 一直被同学们误认为是个啦啦 小卷毛是学校橄榄队的主力队员 深受教练的气助 她很喜欢女同学大漂亮 但品学兼有的大漂亮是个要求很高的人 因此小卷毛一直没能得手 金发妹刚转学到这所高中 由于人生地不熟 她急于想在学校里交几个朋友 但始终没能入院 好不容易找上了 同样也没有朋友的叛逆妹 又被大漂亮给搅黄了 大漂亮警告她 叛逆妹是个啦啦 让她最好离远点 倒霉蛋在球场边瞎溜达的时候 发现了一条奇怪的鱼 这时候教练突然凭空出现了 两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发现对方不是善茬 因此谁都不敢请求妄动 自打被外星生物控制之后 历史老师的发型也换了 气质也变了 为了发展新成员 她找到了老教师里的门 而这一幕 刚好被叛逆妹给看见了 倒霉蛋来到实验室 把鱼交给了生物老师 生物老师认为 这应该是一种深海生物 也可以说是一种新的物种 果不其然 这条看上去已经挂掉的鱼 在遇到水之后 马上就火了 生物老师把鱼放进鱼缸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这种鱼不仅会分裂复制 而且还会咬人 中了招的生物老师 没过多久 就被外星生物控制了 小卷毛正在洗澡的时候 已经被外星生物控制的 老教师李的门 突然冲了进来 差点没把小脚毛给吓死 对于李的妈 勇闯男御室这件事 历史老师给出的解释是 李的妈得了癌症了 由于吃了太多的药 因此变得有些神志不清了 宇文老师是一位 性格比较内向的女人 虽然看上去 显得有些懦弱 但对于自己学生的管束 还是比较严格的 虽然她语重心长的 批评了铁锤 但铁锤根本就不在乎 大漂亮和倒霉的 正在老师办公室 瞎学末的时候 教练和历史老师 走进了房间 两人急忙藏在了柜子里 通过教练和历史老师的 对话我们得知 李大妈由于年龄太大 身体素质太差 没能扛住外星生物的控制 所以才精神存浪挂掉 目前大部分老师 都已经被精神控制了 下一步就该轮到学生们了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小姨走了进来 教练和历史老师两人 一静一动配合的是天衣无缝 很快就把小姨 发展成了自己人 而与此同时 老教师李大妈的尸体 突然倒在了柜子里 倒霉蛋和大漂亮一看 大事不好 冲出房间仨子就跑 当他们俩刚跑到走廊上 已经被外星生物精神控制的 女校长和男老师出现了 两人一看行驶不对 急忙跑出了大门 警察接到报警之后 很快来到了学校 倒霉蛋也带着自己的父母过来 可打开柜子一看 里面除了有一个人体模型之外 根本就没有李大妈的尸体 听了几个老师的解释 倒霉蛋的父母 也认为自己的儿子 在精神上可能出现了问题 当警察跟着女校长 从办公室里出来之后 倒霉蛋发现警察也被精神控制 倒霉蛋回到家 他那对怒不可恶的父母 把他的娱乐工具全给摸收了 并且命令他明天必须去上学 转过天 倒霉蛋的老爸把他送到了学校 虽然他心里很害怕 但最终还是硬着头皮下了车 把老师们全部控制之后 外星生物开始对学生们下手了 男老师要求每个同学 都把自己直系亲属的名字写下来 紧接着老师让学生们都排好队 挨个到办公室接受检查 叛逆妹和小卷毛都觉得不对劲 但到底怎么回事 他们也搞不清 铁锤在和金发妹聊天的时候 无意中发现有很多同学的动作表情 都显得非常诡异 而且整个校园的气氛也不对了 平时经常找他买药的那两个坏小子 也表现得很反常 尤其是那位性格内向的语文老师 就像换了个人士 把铁锤给彻底搞梦圈了 倒霉蛋把自己的疑虑告诉了叛逆妹 他认为学校正在遭受异形的入侵 但叛逆妹却觉得 倒霉蛋肯定是科幻电影看多了 一帮人来到生物老师的实验室 发现鱼缸里的那条鱼已经不见了 铁锤领着金发妹到储藏室偷东西的时候 顺着通风管道 听到了倒霉蛋等人正在聊 关于疫情入侵的事情 说目前学校的老师都已经不是人了 铁锤领着金发妹来到实验室 加入了倒霉蛋等人的分析会 而就在这个时候 生物老师突然走了进来 当得知这帮孩子已经发现了问题 已经被精神控制的生物老师 开始杀人灭口了 不过整天混社会的铁锤也不是好惹的 上去就把自己研发的咖啡因药物 刺进了生物老师的眼睛里 巧的是 这种药品刚好是外星生物的克星 生物老师挣扎了一会儿之后就挂掉了 本来还不相信的小卷毛彻底被吓尿了 几个主要人物一商量 决定先离开学校 然后再计划怎么来拯救世界 铁锤拉着几个同学来到了自己的实验室 铁锤把那只从生物老师体内钻出来的物种 切到一块扔给了小白鼠 很快小白鼠就被外星生物给入侵了 铁锤经过研究发现 这是一种寄生物 它会附着在寄主的体内 从而控制寄主的自相 这些寄生物全都跟它们的母体相连接着 只要杀死母体 这些寄生物就能被消灭 为了防止它们中间有人已经被外星生物给控制 铁锤要求每个人都要吸一只他研发的咖啡因药物 首先是倒霉蛋 接着是铁锤 然后是小卷毛 叛逆妹吸完之后也没事 金发妹和大漂亮吸完之后刚开始没事 但是很快大漂亮就不对劲了 就在大家伙商量着把大漂亮干掉的时候 大漂亮虚晃一招撒子撩了 现在的问题是 只有找到外星生物的首脑才能拯救所有的人 因为只要母体一死 其他的寄生物也都会跟着死掉 几个人经过分析 认为外星生物的母体一定会出现在橄榄球的比赛现场 因为此时此刻小镇的所有人都去看球赛 那些被外星生物控制的球员们 一个个都变得更加的强壮 在教练的指导下很快就赢得了比赛 几个人正准备在体育馆里开个碰头会商量一下怎么办的时候 女校长突然走了进来 铁锤和小卷毛上去就把女校长给控制了 倒霉的拿出咖啡因让女校长戏 但是被女校长婉宴谢绝了 要说还得是铁锤啊 一枪就把女校长给毙了 当这帮人正怀疑是不是搞错的时候 女校长突然站了起来 金发妹情急之下 把仅有的那些咖啡因全都倒在了女校长的身上 女校长死了 但可以看出来她并不是母体 小卷毛主动出去查看情况 想看看教练是不是母体 当她冒雨来到操场上 看到教练正带着一帮队员淋雨呢 原来寄生物会不断的吸食人体内的水分 所以只有不断的补充水分 技术才能继续活下去 当小卷毛返回的时候 警惕性极高的铁锤没让小卷毛进来 她拿出最后一支咖啡因让小卷毛洗 但已经被精神控制的小卷毛把药给倒掉 当大家都一筹莫展的时候 铁锤突然想起来在自己的车上还有一些咖啡因 接下来倒霉蛋负责吸引教练等人的注意 铁锤则去车里拿咖啡因 当她刚打开后备箱 宇文老师就出现了 此时的宇文老师变得是千娇百妹 不断的聊着铁锤 不过铁锤可不吃这一套 利用汽车巨大的惯性 直接就把宇文老师给甩了出去 倒霉蛋和铁锤离开之后 偌大的体育馆里只剩下了金发妹和叛逆妹 两人聊着聊着 金发妹突然一拳把叛逆妹给做蒙圈了 然后就开始变身了 原来外星生物的母体 居然是这个看上去人畜无害的金发妹 这造型这气质 怎么看都跟金发妹不占边啊 紧接着母体对倒霉蛋和叛逆妹 展开了追杀 那么这个金发妹之前是怎么躲过测试的呢 原来她趁别人不注意 把咖啡因给倒掉了 当铁锤正准备对金发妹下手的时候 被身后的叛逆妹给拦住 原来这个叛逆妹刚才在游泳池里 也被母体给控制 倒霉蛋一看大事不好 急忙把叛逆妹锁在了铁笼子里 金发妹苦口婆心的劝说 倒霉蛋和铁锤加入组织 但是并没有得到那个二位的回应 金发妹一看这情况 便打算把铁锤和倒霉蛋给除掉 首先是铁锤 金发妹一个过剑帅 就把铁锤给纵蒙圈了 接下来轮到倒霉蛋 虽然这种生物的战斗力没得说 但这脑子确实有点不太够用 倒霉蛋略施小计就把母体给干掉了 母体一死 其他那些寄生在人体内的寄生物 他的相处也更加融洽 倒霉蛋成了拯救世界的大英雄 登上了各大杂志的封面 同时他也被霍比特人给看上了 准备把销毁摩羯的重任 交为这个靠谱的青年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吧 人的一生很短暂 有书就要好好念 趁着年轻多学习 将来才能不遗憾